看到121頁 講到這個 受想行事己不如時觀 己為患離 我們早上說到 有因有緣世間己 那麼這個就是在說明 我們為什麼在這個世間受苦 受苦的癥結在哪裡 怎麼樣才可以不受苦 為什麼會有這個五蕴身 所以它這裡是色受想行事 己就是五蕴積極成就 有了這個生死 現在是在找這個原因 那一開始就是 不如時之 因為不如時之 這個五蕴之所以 形成的原因 所以就有生起 依這個我見 生起我愛 那這個其實就是 樂著一色讚嘆色 那因為這樣 造業就取原有 直取 有就有這個身心 有這個身心就有生死 有生死就有苦 在講這種現象 這裡在說明 流轉的緣起 緣起主要是流轉 跟還滅的 如是蠢大苦聚集 那麼找到了 找到了痛苦行程的原因 就必須依著這個因 那麼去解決 就是叫做對症下藥 那所以 就雲和色滅 受想行事滅 其實就是那怎麼樣讓 這個五蕴身心 不再重複的 生老病死呢 受苦呢 其實就是這樣 他說 多問聖地子 如時之色疾色滅色 未色犯色理 如時之故 不樂著色不讚嘆色 這裡簡單 就是講不樂著不讚嘆 那其實就是愛 愛著 不樂著讚嘆色故 愛樂滅 愛樂滅故 取滅 取滅故 有滅 有滅故 生滅 生滅故 老病死 悠悲老苦滅 如是蠢大苦聚滅 好 那後面受想行事也是這樣 那這個 我們早上有說到 就是 基本上 就是我們這個五蕴身心 那麼透過這個感官 那麼在了別境界的時候 在這些境界上直取了 那麼這時候也會直取境界 主要是因為 由聚生我職帶來的 那麼由我見我愛 那麼開始為根本 那麼透過感官 透過身心去感觸這個世界 就是言而憑則生意 那麼去了知這個色身相位觸法 那麼 這個意識在了別 這個色身相位觸法 那麼由於了別之後 那 原先的我見 那麼產生我愛 那這裡的說法就是 愛樂讚嘆蘭卓 那麼 由我見引動我愛 這個我愛 直取 那麼就會造作 直取之後 就是我們說的 觸作意受想師 就是觸受想師 開始 這個 有種種的行為 那麼 因這個我見我愛有有 種種的行為 我們就叫做造業 那麼造業都是透過師心手 所以觸 觸生受想師 那這個觸 是觸對境界 其實就是在講 六路觸 內六觸 外六觸 那麼 言而憑則生意 對色身相位觸法 那麼經過我們的意識了別 那這種意識 那了別之後 那麼 引發 就是我們原先的 這個我見為根本的 那麼就產生我愛 那麼我愛 就開始 有種種的 這個造作 那麼這中間當然 我的印象 我的感受 那麼就有 我的 我以為 我認為 我的決定 那麼這一些 不斷不斷的加強 就是我們說的 透過分別我值 產生 就是鞏固這個巨生我值 又由這個巨生我值 那麼不斷不斷的 釋放出來 是透過分別而產生 那麼分別我值 那麼這一些 不斷的反覆 那麼就造成 所謂的 業 我們說這個有 愛取有 那麼有 是 就是現在這個有 是由於這樣 過去的業 跟習慣累積來的 那麼現在 還不斷的再造未來的有 所以 佛法的解決方法 既然找到問題的根本 就是要從這個我見下手 如實知 如實觀察 觀察這個身心 那麼觀察 有沒有如實觀察 就從你的行為 可以 你的表現 可以知道 你有沒有如實觀察 如果你的直取越來越重 就表示你的觀察不如實 如果你的直取越來越輕 就表示 因為它會產生 如實觀察 就會產生 所謂知其過患 而能遠離 就會產生這樣 因為你知道它的過患 那 你如果不知道 你就會懶著 這種身心境界 那麼不斷不斷地懶著 越抓越緊 但是你 你不知道 正是因為你抓得緊 那麼它才越痛 那麼你稍微放鬆 就比較沒那麼痛 你永遠不抓 就不會痛 它其實是這樣的 那個就是一種直取 我直 那你透過如實觀察 那我們說過 這個如實 它必須建立在 一開始就必須建立在 政見上 才能夠如實 就是如其事實 如其真實的 這樣去觀察 因為我們大部分所看到的是 不真實的 我們會從表面的 或是自己的 這種觀點 表面的觀點 或是暫時的 那麼去認取 去直取 那並沒有真正了解到 它的一個真實 那 比如說我們 愛一個人 恨一個人 那麼基本上 這個都是暫時的 因緣合合而形成的而已 那麼 但是我們就會 一直 心陷在那個 愛跟恨裡面 那麼 越來越 愛 越愛越深 恨 越來越深 就是這樣 那麼對一個東西的 喜歡 跟不喜歡 我們叫做愛症 那越來越分明 那 其實它是 它並不是 分明並不是說你 智慧的表現 不是 就是你心直取的表現 你知道善 你知道惡 但是 你不會因為善跟惡 心裡面有很強烈 巨大的 這種波折 並不會 那這個其實是佛法 講這個經的一個主要的 就是要 你仔細的觀察一下 你的心 你的心 那麼都是依什麼而有的 那當然 心是依靜而有 那這個靜 包括你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想起過去 想到未來 它就是異對法成 也一樣 因為你有你的人生經驗 這個人生經驗 即使你眼睛閉起來 耳朵沒能聽到聲音 那麼但是你心裡面 仍然是有影像的 這個叫法成 那麼想到過去 想到未來 想到現在的自己 心裡面還是有受 想 失 依然有 那你會有決定 我決定要怎麼做 那因為你的感受 你的印象 會讓你 決定要怎麼做 那這個決定之後的 基本上都叫做業 那這個業 不斷不斷的 如果你 比如說 你決定造惡業 這個惡業沒有斷 那麼你就會受惡報 決定造善業 那麼你不斷的這樣做 你就會造善報 但是 不管 不管你 二業還是三業 它都是異於我的 都是異於我的 所以它是不離開生死的 那麼如果你去觀 就是不管你觀五場 觀苦 觀空 觀緣起 觀五印 觀六處 觀十八戒 如果你能夠回歸到 這個去探討 到底什麼是我 那麼回歸到這個所謂的 非我 逆我 相戰 就是過去 現在 未來 內外 出息 豪醜 遠近 你去觀察 這個我 到底是什麼 在哪裡 那麼我們的心 到底都是從哪裡生出來的 這種感覺 到底都是從哪裡生出來的 當然這個前提是 就是這裡講的 你要如實觀察之前 要當什麼樣 常當 休息 翻變 禪失 內疾其心 就是心要有力量 要專注 沒有掉矩 沒有昏沉 那麼 這是第一個 心 非常有力量 沒有掉矩 沒有昏沉 沒有煩惱 散亂 那麼這是心有力量 那心有力量 方向要正確 心有力量方向不正確 這個力量會用到錯誤的地方 那麼你也可能 這個有力量 休息的時候 有境界 你就開始直取境界 因為我們習慣直取 那不過就是你直取定中的境界而已 那所以你的力量會用錯地方 用錯地方更糟糕 更糟糕 師之千里 師之好里 謬之千里 那麼所以一定要 之前就要培養 如實的正見 要不然你就要找到一個真正的善知識 它可以給你一個很正確的引導 要不然依我們自己想 通常就是依凡夫想 那麼 你可能會以你定中的境界 或是你修行 遇到的境界 你就會把它當成真實 而且要以這個境界為喜 那麼你自己還是陷入所謂的我見我愛裡面 但是你不知道 你認為這個就是修行 這個在印度也很常見 他們就叫做憲法涅槃 以嗜禪為嗜果 或是以事物設定為嗜果 還是有的 還是有的 那這種在我們現在也是有 那麼就是 你如果沒有弄清楚 那麼很容易 那麼你費了很大的時間 那麼你還是沒有找對路 就算你很用功也一樣 不過就是個外道 那這是 就是這裡雜喊你會發現到 他不管怎麼講 就是這個雜喊就四大部分而已 五印無我 六促無我 緣起無我 然後就是三十七道平 就這樣 那你看他的核心就這樣 五百阿洛漢結集起來的 他就是跟你講重點 核心就是這個 那我們再想一想 我們現在的修行方式是怎麼樣 修行方法是怎麼樣 幾十年來 我們從來沒有 沒有往無我這個地方 沒有往未換禮這個地方去除 沒有 只告訴我們 那麼就是 很多人甚至在強調 修行就是要有境界 我告訴你 修行一定會有境界 境界主要分兩種 大家都能夠體會到的 平常的境界也是境界 那麼只有你自己 不共的 就是我在定中看到的 我念佛看到佛 拜觀音菩薩看到觀音菩薩 做水運的時候 看到很多 看見很多鬼道的眾生 來領便當 反正就很多這種 非常的多 那麼 一般來講 所有的外道都有境界 但是佛法 只是說一般人不把 一般人不把這種平常的境界叫境界 把那種特殊境界 只有你獨有的看得到那個 才叫做境界 其實不是平常就是這樣 言而鼻則身 所對的色身相味觸法 就是境界 那麼在你內心 升起的受想時 它就是境界 問題是 你怎麼處理你的境界 那麼這一點 那麼如果你沒有弄對 那麼就算你有所謂的 殊勝境界 就是因為透過用功 而有的殊勝境界 對你也不是一件好事 就好像說 沒有智慧的人越有錢 他是越危險 他的生命越危險 那麼有智慧的人 越有錢 他越能做利益終身的事 那麼沒有智慧的人 越有錢 他越能做傷害自己的事 那麼這種 這種是很明顯意見的 那我們現在 讀這個經也是這樣 好 那所以這裡就講到 一樣 回去 從這個因 因在哪裡 果在哪裡 那麼就去滅這個因 所以他這裡講 雲何色滅 受想形式滅 那麼 知色喜 色滅色味 色患色禮 那我們說過 色味 其實就是我愛 那色受想形式味 其實我們把它合起來看 因為他這裡都分開講 那因為每一個人 執著的不一樣 有的人執著身體 有的人執著感受 有的人執著印象 就是色色想形式 那麼 這個 或是有的人會執著他所看到的 所聽到的 這個就是是 那這個 色色想形式基本上就是執著自己的身心 貪 味 其實就是我愛 我愛我所愛 不離開這個 那麼你沒有從這邊去觀察 執著 或是 佔他熱著 那麼 這樣的一個 我愛會給你帶來的過患 你就不會遠離他 因為 好的境界 你一定是抓住他的 不好的境界 你才遠離他 那他為什麼不好 他會傷害你嗎 他會讓你痛苦嗎 那你才認為他不好嗎 然後他帶給你快樂 那這種快樂其實都是表面的暫時的短暫的 所以佛法常常會從 無常苦空 去瞭解無我 就是這樣 他最後 就是一定是無我 那前面可能是無常故無我 苦故無我 空故無我 緣起故無我 那麼 從這裡去看 那所以他這裡講 為患離 如時之故 不樂著色 不讚嘆色 不樂著不讚嘆色 故 愛樂滅 愛樂滅故 取滅 取滅故 有滅 有滅故 生滅 生滅故 老病死 優悲老苦滅 好 那我們講到這裡 然後他講 多魂聖地子 如時之 受想行 是 極滅 是滅 是極 是極 是謂是患是理 如時之彼故 不樂著彼氏 不樂著讚嘆 不樂著讚嘆 不樂著讚嘆色故 樂愛滅 樂愛滅故 取滅 取滅故 有滅 有滅故生滅 生滅故老病死 優悲老苦滅 如時純大苦 聚集滅 那其實 這個就要跟前面的 放在一句講 就執著無印身心 即一身心而有的種種境界 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那麼我們把它拆開看 就會覺得 有時候沒有仔細看 你會亂掉 而且不知道在講什麼 其實這樣就是 色受想行事 簡單講就是 直走這個身心 即依身心而有的種種境界 那麼這些不離開 我見我愛 由於由我見我愛 帶頭 那麼 產生種種的境界 我們叫做處 無明相應處 那怎麼樣把無明相應處 轉到明相應處呢 其實不外乎就是 覺察而已 那麼第一個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有這種觀念了 知道其實我們平常所直取的 它並不是如我們所見的 所認為的這個樣子 我們一直以來以為 以我為核心的這樣的說法 這樣的想法 這樣的看法 其實需要做修正 它無我並不是說完全沒有 不是斷滅的 不是 不是離了這個色有一個我 也不是這個色就是我 不是這個無印就是我 也不是這個離那個無印有一個我 也不是沒有我 也不是喔 但是它基本上 因為它就是 它不是斷滅的 但是這個無印就是我 它可能就是斷滅的 因為我死了就沒有了嘛 那它非常非斷 那非常非斷是從 非有非無是從這個 有陰有緣它就有 那麼這個 有陰有緣它就沒有 有陰有緣是間級 所以你不執著這個 這個斷見 不會認為沒有 有陰有緣是間滅 你也不會認為有 所以 這裡基本上 多數的人都是執著有 多數的人都是執著有 但是少數的也會執著 什麼都沒有 其實它這兩邊 這兩種其實就是 錯誤的觀念 那麼你先把這個錯誤的觀念去掉 那有些想不通的 先不要想沒關係 就是 第一個就是先培養自己的心 常常面對境界 動亂不大 動亂不大 因為你的心沒力量 你的心沒力量 你怎麼想都想不透 想不通想不到 因為你的心就沒力量 就好像那個鑽頭不尖 那個鑽頭已經不尖了 你又這邊鑽一下 那邊鑽一下 這邊鑽一下 你鑽一百年都鑽不到那個洞 鑽不透 力量沒有集中在一個點上 那又沒力量 那個鑽頭又不尖 那個牆壁又很厚 那你怎麼樣鑽得厚呢 所以你一部分 不要再減少執著 那個牆壁就不會越磨越厚 越沒越厚 不會 那麼第二個 你訓練你的心 非常有智慧 那個鑽頭就尖 那麼你經常就是抓住那個重點 抓到那個重點 那個根本點 那麼你就往那個地方一直鑽 一直鑽 一直鑽 那個鑽頭是很利的 那個牆壁不會越來越厚 就是我們的這種我見 我愛不會越來越厚 越來越厚你就越難 越難穿破 所以你第一個是減少 減少你的我愛我所愛 那麼第二個 從這裡慢慢慢慢 再增強你的正見 然後再訓練你的心 那這一些 有兩個地方來做訓練 第一個就是獨一近處 你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這個時候 通常訓練的是我見 就是怎麼關無我 怎麼關這個無因無我 獨一近處專精思維 通常就是去想這些問題 那麼在境界來的時候 比較要注意的就是 我愛我所愛 因為我們比較 就是這裡就說的嘛 你境界來了很容易生起什麼 依著這個境界 讚嘆 樂著 那麼就是餵之後 就不知道他的過患 就是你一旦懶著了 你就一直往那個地方一直去了 那麼當然你覺察力好的 你很快會拉回來 我們說像大禹喝了酒 喝了酒之後 明天早上就起不來了 他馬上就察覺到他的過患 但是大部分的人 起不來了 哇 就一直在懷念 那個酒的味道多好啊 那就一直想要再喝一次 那這個觀念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地方下手 我們面對的境界 不一定都是好的 但是不管是好跟不好的境界 我們都會懶著 不好也會記得很深刻 好也會記得很深刻 那麼但是你說 沒有好沒有不好 不苦不樂 所以他有時候會講苦受熱受 就是這樣 不苦不樂 那個你的心也不會 你也雖然好像沒有執著 但是那個心也沒有覺察 一樣是沒覺察 你沒有覺察苦 你也沒有覺察樂 你心懶著苦懶著樂 那麼不苦不樂的時候 雖然你不执著 但是你的心一樣是沒力量的 那所以你要必須要訓練 在境界裡面常常保持你的心不動 那你要完全不動 當然不太可能 但是就是漸漸訓練 漸漸訓練 動得沒那麼厲害 那其實這個就是禪定 調五煩惱的功誤 就是你專注在一個點上 比如說呼吸 那後來你就專注在一個法上 比如說五常 那麼你久了久了 久了久了 那依我的經驗 就是你不管發生什麼事 你都從緣起去看 這個是有因有緣的 那但是我們不知道他 到底什麼因什麼緣 造成他現在這個狀況 不管是好不好 那麼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冷靜地觀察 凡事必有因有緣 我們從他的緣起看 而不是是 就是一看到現象 就馬上想到他的緣起 因緣 那麼這樣 你執著的力量就會減弱 就比較不會執著他講的話 他的動作 他的形態 他的怎麼樣 因為這些都已經是果了 就好像說這個人很可惡 但是他之所以這麼可惡 他有很多是我們看不見的 那麼他內在一定是這個人的煩惱 他學不會控制自己 他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起煩惱 他起了煩惱 他不知道起煩惱的過患 那麼這些種種他都是不知道的 那你說 那就告訴他 告訴他 他也不一定知道 你要知道 像我們這樣知道 那麼這個都要修很久 才有可能 第一個 我們說你不用學就知道 那是你以前就有修過 第二種 你學了以後就知道 那是因為你以前有學過 所以 但是學得沒那麼深 所以 生下來的說不是很知道 但學不久就知道了 那麼你沒有學 你自己想就知道的 這個是你以前已經知道的 你還帶過來的 那麼 那還有一種就是 學了很久 學了很努力 想破頭才知道 那個就是你以前沒有學 現在才開始學而已 當然你要累積那麼多啊 那就好像一樣 一樣是鑽洞 這個人不鑽就有一個洞 他之前就鑽好了嗎 他今天來而已嗎 那有的人已經鑽到兩米深了嗎 那再鑽三米深水就噴出來了嗎 那有的人要鑽到 鑽一天水才噴出來嗎 因為他從吉米開始鑽嘛 一樣嘛 凡是有陰有緣 他絕對不是無陰無緣的 那你就會想到 這個人 他還要修很久 還好我已經過了那個階段了 我沒有像他修那麼久 這個時候 不管他做什麼 你都會可憐他而已啊 你都會可憐他而已 希望他能夠早一點 到達像我這樣的 但是我還沒有到 我還要再像佛菩薩看起 那麼你的心就不放在 他起煩惱的地方 你會祝福他希望他 趕快 那麼因為眾生千差萬別 你這樣看這個人 你再看那條狗 那條狗要像這個人這樣 我告訴你還要修很久 真的 那你在他狗身上的那個獅子 那隻獅子要像那條狗一樣 還要再修很久 你就慢慢看你就知道 那這個還看得到的 畜生道跟鬼道 你再看那個第一道 那他就更久了 當然那個第一道我們看不到 不過你這樣去觀察 覺得覺得 你那種執著的心就比較沒有 你對境界反應的心就不大 你只是不斷地從這個境界裡面 升起慈悲跟智慧 智慧是來自於你的如實觀察 慈悲也是來自於你的如實觀察 這個時候不管什麼境界 如果你的能力強 你就會發現你的慈悲跟智慧 你會游覽而生 真的 要不然你就會變成我見我愛自然發生 就這樣 但是這個自己是透過訓練來的 不斷在境界訓練 那境界太強當然很多人訓練不了 所以一開始要有好的境界來培養 所以才要比較好的地方慢慢培養 因為境界太強一般人訓練不來 就體質太弱嘛 那個太髒常常生病 再怎麼運動還是生病 他體內抵抗力不夠啊 所以他必須要先有一個好的地方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那麼你就要自己很強的做訓練 那就好像你身下來腳就不好 你就要經常運動那隻腳 那慢慢還是會可以改善的 因為一切是連起的嘛 不過你要比別人更辛苦就是了 那麼你有了這個觀念其實 你就會發現修行其實不難 難就難再不能突破 不知道往哪裡下手 就是我們常常講的下手處在哪裡 那麼你會覺得佛法很好很高 但是老虎吃天無從下手 就不知道到底要怎麼修 那像金剛經 那裡面一開頭就是兩個問題 或是三個問題 我已經發了菩提心了 那接下來要怎麼修 因雲而住雲而降伏其心 我要怎麼樣才能夠保持這樣的菩提心 那萬一我沒有辦法保持 那我要 我要怎麼調伏 我要怎麼調伏 我不能夠安住的心 那我要怎麼修 後面還有一個雲而修行 那基本上它就一樣嘛 因為菩薩道就是要行六度嘛 你要去布施 以布施為例 你要去布施 那布施的時候就是要怎麼樣 不注射身相偽觸法 那麼而行布施 因為注射身相偽觸法 基本上就會提升我愛的部分 那麼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受者相 這個是你要常常這樣去觀 無我見的部分 其實它還是一樣 它還是我見我愛 只是說它在 理我見去我愛的這一部分 那麼努力去行菩薩道 不廢菩薩道 那麼其實佛法都不離開 去我見 理我愛 那麼要從生活裡面 從生活 從境界中去調伏 但是你有這個觀念就好辦 像我們也是啊 都會遇到很多境界 哪有可能 你以為你講經 人家就尊重你喔 沒有 有尊重有不尊重 你以為你講的有道理 人家就信你喔 沒有 有信又不信 那麼因為你過去一生 有結很多因緣 那麼這種因緣有善有惡 有好有不好 那麼即使是佛陀 也不是每個人尊重他 他也很多境界 很多考驗 即使是捨立佛目見人 你知道提伯達都有兩個徒弟 天天都在罵捨立佛目見人 甚至常常去告狀 那其實都有 那麼但是你在遇到這些境界的時候 你到底都是 依著什麼樣的心 你有沒有反觀 那麼從緣起去看是最好的 就是說凡事有因有緣 那這一切你去探討它的因緣 而不是只看它的結果 看它的像 像背後的那個因緣 因為呈現出來的都是結果而已 結果不能被改變 因為已經是結果了不能給改變 就好像我們已經是人了 現在這裡有兩個狀態了 我們說有有兩種 現在現實的存在 現實已經是這樣了 現實已經是這種境界了 現實已經是這種狀況了 現實已經在受苦了 它沒有辦法退回去 退到原來不受苦的地方 再重來一遍沒辦法 沒辦法 這個一定要先認清楚 所以第一步一定要先接受 這個已經是現狀了 那麼但是接受之後 就是你要先 你要先接受 現在這個已經是結果了 但是我們通常就是 不願意承認這個結果 希望退回去 那不行 它已經是結果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 如何讓這個結果不延續 如此而已 結果不能夠被消失 但是它能夠被改變 就是比如說 這個人 這個人不再愛我了 好 那麼你不能接受 那麼你一定要先清楚 他已經不愛我了 我跟他的關係沒那麼好 那麼這是一個現狀 那麼這個現狀 你並不是想辦法 想辦法改變 當然你可以改變 讓他愛你 但是你必須 他不愛你 有不愛你的原因 你先要找出 他不愛你的原因 你不愛他的原因 然後再來增加 因為當他不愛你的原因去掉了 他比較有可能愛你 當然也不一定會愛你 但是他比較有可能能愛你 所以你要先去掉那個原因 就好像 你那個生死的因去掉了 你才能夠得解脫一樣 你那個苦因去掉了 你才能離苦一樣 那麼你了解了這個之後 你漸漸的 就朝那個地方 就說怎麼樣 讓這個苦 讓他不愛你這個心 這個結果一直延續 那我們已經有生死 已經有無孕生 這裡講的已經有無孕生 這時候想行事 已經有無孕生 無孕生 一旦有生 一定必定有死 有生有死 一定有苦 這個是不能被改變的 即使佛也一樣 只是說他的苦 他可以改變的就是生苦 心不苦 這樣 那麼死了之後不再生 他也不能夠 那我生不死 就算是 他可以延長 可以延長一節 或一節有餘 像冰陀魯婆羅都一樣 2500年生 現在還沒死 因為他用神通力 他可以延續 那麼修仙道的也可以 呂洞兵 李鐵拐 中漢禮 這些八仙也可以 但是他必然也要死 沒有不死的 那麼你只是延長延後 那麼你要不死除非不生 所以已經有生了 就必然有死 這個你要接受 有生有死 一定有痛苦 這個你也要接受 但是怎麼樣 在苦中不再造新的苦 在生死中不再延續新的生死 這個是問題 那我們解決一切問題也是這樣 他既然是有問題 我們如何解決現前的問題 不再造成新的問題 或是解決現前的問題 不讓這個問題一直延續 就好像解決現在的病 要有兩種狀況 第一個病可以被解決 第二個是這個病解決了 又有一個新的病 你胃痛 那麼比如說你骨頭痛 那你吃了骨頭不痛都要胃痛了 那麼又吃胃要 胃不痛了 等一下這個肾又痛了 那這樣 我說我們解決問題會這樣 一個問題也在引申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也在引申一個問題 那通常都是 你沒有針對問題本身去解決 那麼你雖然要解決問題 但是常常只是為了解決問題 所以就延伸很多問題 那我們在修行上有時候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 所以會產生很多很多的 那不外乎就是面對境界 那麼產生直取 那你不曉得 你沒有如實觀察 你沒有如實觀察 那這個通常就回到我們說覺察 你沒有養成覺察的人力 你的修行方式就是人家說什麼 你就信 人家說什麼你就做 人家做什麼你就跟 那麼你就相信有 就不能這樣 你一定要思維 是這樣嗎 這樣可以嗎 為什麼 那我要怎麼做 我的狀況是一樣的嗎 那麼你了解了之後 慢慢慢慢 對不對先不管 就算不對 你的思維方式對 自然慢慢慢慢也會想對 如果你的思維方式不對 就算一開始是對 你也不會一直對 那麼這個是很重要的 佛法最重要的是啟發你的智慧 啟發你的智慧 那麼啟發你的智慧 智慧不外乎是文思修正 沒有其他的方法 那麼我們所欠缺的就是思維這一塊 思維這一塊 聽聞大家都有 很多人都有文 但是文而不思 那麼這個或是思沒有如實觀察 那麼這個是比較大的問題 那我們說過色受想行 是重點在那個思 重點在那個思 因為思之後就開始造作 造作那個業 業有它就存在了 它不會被消失 業不會被消失 它只會被保留或被延後 它不會被消失 那麼它你不斷的業成熟 它就會受爆 那業一定是從思 那麼思它基本上受到 受跟想的影響 那麼受跟想 基本上就是跟城市合合身處 這個地方來的 處去受想詩 基本上是 這個詩重點是受 你的感受跟你的印象 就造成你的決定 這個就是我們實際上 身心的運作方式 那麼你都可以觀察 因為你每發生一件事 你都有這種狀態 只是我們沒有認真去觀察 我們只是很快的 很快的就覺得 這樣這樣這樣 因為那是一種習慣 煩惱的習慣 我見我愛的喜氣 那你沒有冷靜下來的觀察 這整個過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麼你久了久了 你常常觀察 常常觀察 因為常常在發生事 常常發生事 那你久了久了 你就會發現到 你比較不隨這個世間的動而動 所以前面講動則為魔夫 不動則不為魔夫 那麼前面也有說過 為食死者則為食死 你常常受到煩惱的控制 所以我們說 第一個一定要先覺察 有貪之有貪 那麼你畏著了你知道 你懶著了你知道 先知道 知道並不是表示 你不懶 你就直接不懶著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知道了那就不迷了 那麼就翻過來了 沒有那麼快 因為這個就是所謂的 見貨跟失貨 單單要斷見貨 那麼它都要很長的時間 因為我們的心沒力量 心不是那麼有力量 所以一定要常常培養自己的心 那麼不受煩惱的勞動 那麼漸漸漸漸自己有力量 在很專精思維去觀察 那麼通常就可以 你會發現到 你的我見我愛還是有 但沒有那麼深了 那麼這個從 不管發生什麼事 你都很平靜 就可以知道 就可以知道 因為你的執著力減弱了 那麼不管再多好的東西 你都不會貪 那麼這個也可以知道 那不管再多可惡的人 你都不會有恨 你也可以知道 但是這一點比較難 這一點比較難 但是 你恨其實比愛更來得 傷害性大 那個其實表示你的懶著力更強 恨 恨 恨之入骨比愛之入骨 更麻煩 所以 一般我們會發現到 就是說 很少有感恩人一輩子的 但是有恨人恨一輩子的 比較多 那基本上就是 這個恨比較難以解決 那你發現到 你漸漸對這個世間的人 沒有恨人 不管他做了些什麼 你只覺得他可憐 不覺得他可惡 那麼漸漸你就比較 就是這個比較 多數人都會在這裡執著的 你已經開始不執著了 多數人都會貪愛的 你開始也不執著 不是說你不貪愛 但是就是你沒有那麼貪愛 那麼漸漸就表示 這個漸漸表示 你已經在正確的路上 一直走一直走 那麼這有些是因為你 他不一定學否 有些人他不一定學否 但是他也不攔著這個世間 那我們說這個很多 要不是報德就是修德 但是他從無社界來的 他沒有習慣 沒有這種習慣 那麼或是他這一生的努力 或是他過去生的努力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也不要去管 我們過去生怎麼樣 我們這一生就是努力就是了 那麼漸漸漸漸 就算以前沒有 現在也會有 就種山根嘛 那麼結善緣嘛 那麼讓你的善 善業成熟嘛 其實就不斷不斷 那麼解脫業也是一樣 我們不斷不斷的觀察 不斷不斷的觀察 那麼發很多時間 去我們的我見 離我們的晚安 那這裡講的就是未犯禮 你如果不能禮 那你就多思維他的過患 多思維他的過患 他的過患 他的過患就是無常 就是苦 所以試煉出為什麼 第一個是 觀生不盡觀受是苦 他就是要讓你遠離的 要讓你遠離的 因為我們不是執著生 就是執著心 身心境界嘛 那麼生執著了 就怪他不近 那麼心執著了就怪他苦 那麼從這個地方 你不執著 那麼你了解到 一切都是無常的 因為無常他才會變不近 有本來的近變不近 但實際上他就不近 但是如果真要講 也沒有什麼近不近 沒有什麼近不近 他都是現象而已 但是就你的執著來看 那麼他從觀生不盡 觀受是苦 那麼這樣去看 那麼真正來講 沒有什麼苦不苦 他一切都是因緣和合 如是如是而已 那你了解了 你了解了這個道理 那麼你漸漸漸漸 不斷在這個地方思維 幾次以後 那麼你就會發現到 你看得懂一些東西 不定是經裡面的 就是這些現象的東西 你開始 一個現象 你就知道 這個現象背後的緣起 雖然不是看得很仔細 但大概會知道 大概會知道 那麼這個時候 你就有因有緣世間去 有因有緣世間面 你會很了然於胸 這個其實 那個時候只有法沒有煩惱 因為你要先做到 為思維這個正法 不思維這個我 你後來才能夠 但見正法不見於我 你就是一開始要先 有這樣 你每次思維的時候 都是思維那個佛法 而不是 這個又怎樣 就在境界上執取 那麼你最後才能夠 但見正法不見於我 你才能夠這樣 那個見已經是促正 已經是 已經是 已經是由文師修而來的正 那你之前 不聞有我 不思維有我 那不努力 受受思維無我 那你怎麼樣見無我 不然是不可能的 那麼我見越來越重 我愛越來越深 那 怎麼可能不照願 怎麼可能不起煩惱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從這個地方 這也是講這個經 後面六路處 其實都在講這個 六路處講的比較細一點 那五運就著重在 受想行這一邊 就著重在這一邊 那我們說 它關鍵就是 明相應促跟無明相應促 重點就這樣 但是一般要從 無明到明 我們說第一個 你觀念上要先確立 然後在行為上配合 不斷不斷的努力 然後再透過努力 精進 獨一進出專精思維 受受思維 那麼基本上 假以時日 那麼一定會得解脫 現在還沒解脫 但也像解脫 它就是這樣 好 那 這個是第86經 好 那87經到97經也是這樣 12經 如觀察乃至坐鎮 就是我們前面說的 120月這裡 觀察分別 種種分別 那這個 親近休息 就是休息多休息 這兩部經的 要不然這裡只有11部經而已 那就加起來就12部經 好 再翻到122月 那這三部經都一樣 那這三部經 每一部經都有12經 就36種 那但是它就舉一種來做代表 那我們再來看 這個98經 所以有很多部經 其實後面有很多 其實有十幾部都是一樣 可以講其實74經 62經 86經 乃至於後面98經 那麼這4經 每一經都有12經 那就48經了 那48經實際上 我們看到的只4經 但是這一些阿比達摩編的這些 都是次第 比如說我們說觀察分別 觀察是第一個 如實觀察 如實觀察之後 就有所謂的分別 種種分別 那麼清靜 休息多休息 知廣知 種種知 從知之後 它基本上 它基本上應該就是 這個如實知之後 應該就是見法了 那見法之後 入處鎮 到最後解脫 鎮阿羅話 大概是這個過程 好 那來看 這個98經 他說 有這麼一天 佛在奇緣金色 這個時候 世尊跟朱比丘說 一樣 這四部經都一樣 86經 98經都一樣 好 他說 常當休息 方便禪師 內疾其心 這個是指 然後 接下來就要做觀 如實觀察 那怎麼觀呢 如實知 此色 己 色面 一樣 為什麼 我們為什麼 有這個五韻身心 我們說過 有這個五韻身心 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問題 問題是 有生死 有生死 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問題 問題是有苦 有種種苦 有苦有問題嗎 有 有問題 苦我受不了 我不想受苦 如果你覺得苦沒問題 那就沒問題了 但是沒有人會認為苦沒問題 肚子痛 沒問題 讓它痛 我就來感受它的痛 沒有人這樣的 一定要解決這個痛 所以 重點是有苦 重點是有苦 所以 總結起來叫做苦即滅道 從苦開始 才想要修道 滅苦 是有苦 那五韻身心沒有問題 生死也沒有問題 是因為有苦 那苦是 由這個生死來 生死是由這個五韻身心來 也可以講五韻身心就由生死 但是這個五韻身心 晚了還有另外一個身心 就這樣不斷不斷的 那這個到底怎麼來的 從夜來 那夜到底怎麼來的 夜還是由五韻身心照做來的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反覆反覆 那由這樣 我們叫做 如實之此色 此色 此色即 就是 它到底 痛苦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那麼 此色滅 其實色就是後面要加上受想形式 就是五韻身心 那我們就直接講苦 苦即 苦滅 其實就是這樣 此色滅 受想形式滅 就是你如實之 那怎麼樣叫做色即受想形式即呢 那底下 他就開始講 這個 根塵式 何而深處 這一些 這個其實就講到內六處 外六處 那前面沒有講到這個 好 我們先下課 好